主内地圣姐妹们平安 我们感谢主 今天上帝仍然给我们机会 在我们的生活上 为祂而活 为祂而作 我们要作行大使命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要一起来读经 《使徒行庄》十二章 读经之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感谢加美你 我们知道 每一个日子 是从你而来的恩典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 很求你带领我们 使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可以有智慧 我们有能力 行着到在我们的生活上 谢谢主感谢加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使徒行庄》十二章 我要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然后第五节 然后十一节 我们不会全部把它读 就是五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五节然后第十一节 那时西里王下手苦坏 在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 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丢节 于是彼得被求再建立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 彼得 彼得谁解 彼得行悟过来说 我现在正知道 主在前他的事责 就我脱离犀利的手 和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弟兄姐妹们 信徒在死刑使命中的 重要原则 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 上帝是掌权的 上帝拥有最高的权力 他可以按照他的旨意 做出任何决定 我们不能反对 我们不能反对 上帝做的任何决定 但是我们需要相信 上帝真好 在本日阅读经文中 我们学习 上帝允许使徒雅各被杀 但是上帝也把使徒彼得 从监狱里示范出来 两种不一样的情况 雅各被杀时 他是彼得被救了 离开出来 从这个建议出来 弟兄们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 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 但是我们要相信 无论什么环境 我们要相信 上帝他是好的 上帝说是无所不能的 他无所不在的 他与我们同在 他知道我们面对的情况 他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思想 我们所做的是 上帝知道 他是掌权的上帝 他有最高的权利 来做一个决定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环境 来决定上帝的心格 在这一年半以内 许多朋友们 许多我们的亲戚朋友 离开了世界 为了这个新冠病毒 他们生病 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但是最后 还是上帝借他们回天国 有的伤心 我们不能明白 甚至有的人怀疑 上帝 你存在吗 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 我侍奉你 我专心侍奉你 我爱你 我读经 我祷告 我侍奉 为什么我的先生生病的时候 我为什么我的妻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祷告 教会为他祷告 为什么上帝 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姐妹们 常常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觉得 这个是坏事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 这个是好事 我给一个比喻 如果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间的祷告 上帝一定要允许 我们的祷告 谁是掌权的 是上帝 或者是我们 我们有孩子们 比如说他五岁 六岁 我们一起去超级市场 他说他看东西 他叫妈妈妈妈 爸爸 我要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这个 我要我要 但是妈妈说 不行 你不可以 这个很危险 你还是小 你不能拿那个刀子去玩 你不能 这个你吃太多不好 对你健康不好 但是孩子们讲 妈妈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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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给我 你没有爱我 你不爱我 妈妈说 好好好 我爱你 我爱你 给你 买买买买 如果每一件事 我们要求上帝 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要求他 他一定要答应我们 上帝没有掌权 是我们有掌权 是我们成为了上帝 因为我们要的是 上帝一定要允许 要给我们 答应我们 我们怎么样了解 上帝 在我们的生活上 你已经服从了 他的 全品吗 你真正爱他吗 你真正相信 上帝 好吗 我们 还是在 距离的时候 上帝 已经 赐给我们 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 牺牲 他救了我们 从我们的 距离 使我们有盼望 我们可以得到 永生 上帝爱我们 他有掌权 他有最高的权柄 来做 任何 决定 在我们的 生活上 我们真正的要 服从他 顺服他 相信 上帝爱我们 他好 他对我们好 无论什么 发生什么事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要相信他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常常 我们生活上 发生许多事 有的好事 快乐的事 但是 有的是 有时 我们面对 苦难 我们面对 赏识 我们 许多 挣扎 在我们的生活上 但是我们了解 无论什么事 你看顾我们 你带领我们 面对每一件事 在我们的生活上 你与我们同在 每一件事 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 是你允许的 教导我们 是我们相信你 我们真正的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信心 不会动摇 到一天 我们会到你的身边 跟你在一起 谢谢主 感谢 加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 阿们 上帝是伟大 祂是掌权的 上帝爱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